在燃油车时代的路德斯 最近几年是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不过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时代 路德斯换了一条赛道 重新归来 今年他们推出了品牌旗下首款纯电SUV Eletra 路德斯品牌它跟南波基里法拉利这种品牌不一样 它其实没有去余味的追求 发动机的最大的功率 不过在这一台纯电版本的车型上 现在他们换了赛道而来 当然这一台纯电的Eletra 它的整个动力也非常的强 最大的功率的话是达到了905匹 所以它现在的零百加速时间是2.95秒 它的这一套动力表现的话 放到整个SUV里面也算是前三的一个水平 它比南波基里的Wars更快 在电动化的时代 它可以把自己的动力轻易做到很强 不过这一台车它依旧保留了 路德斯品牌非常传承 非常经典的两个元素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他们追求的极致的空气动力学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轻量化 OK我们现在通过这一台电动化的Eletra 同样可以看到 在整个车身里面做了非常多非常夸张的这种通风扰流的设计 通常来说我们在其他的品牌性能车上可以看到他们一般的话 在这种保险杠的侧向做一些比较夸张的真正的通风扰流设计 其实就比较代表这种空气动力学和性能 而这一台Eletra在整个车头就有非常夸张的这种孔系的设计 比如说它的保险杠的侧面非常大 然后此外从整个前引擎盖到车头 这里有一个贯穿的非常巨大 连我的手都能够伸到进去 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孔系 好此外这台车因为它整个动力电机是非常强的 所以它在整个下边给到了一个主动闭合的进气格杉 在整个能量消耗特别大的时候 它可以去给电机和电池系统进行一个散热 除了极致的空气动力学以外 路特斯品牌第二个亮点的话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 我们都知道印象当中路特斯的那些传统的超级跑车 他们在整个车身的这种设计 包括轻量化的处理上 整个感觉你都会知道路特斯的那种跑车 它整体都会比像法利或者蓝布基里整体的造型会更小 而且也更轻 这样的话它们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操控和赛道的表现 而这台电动化的也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它的车头中网 然后整个翼子板前唇 包括轮煤后视镜等等 全部都用到了真正的探线 所以呢 第一个真的是非常的贵 这台车不要轻易的去碰到它 第二个 它为整车的轻量化 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贡献 所以在电动化的时代 Eletra它依然保持着路特斯品牌两个最传统的精髓 今天我们在现场失败的这台Eletra的话 其实更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 我知道之前很多媒体在品鉴会的时候去静态体验过Eletra 而这台车的话 现在它在全国刚刚开始了一个巡展 所以呢 它的这一台车现在更接近于整个量场和交付的版本 别说从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的话就是之前很多媒体拍的是一个那种英国绿 是一个路特斯非常经典的一个英国绿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台展车的话 从远处看它是一台银色 不过呢 在灯光的照耀下 它里面又有一些那种泛荧光粉 整个的话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有高级感 而且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的后视镜 之前的话我们都知道Eletra它配了一个那种电子的后视镜 今天我们通过这一台展车可以看到在中国版本量产的车型 它配的还是这种传统的后视镜 不过呢 碳纤维的材质上升之后 整体的气质我觉得丝毫不差 第三个一点是它的轮毂 之前我们在网上看视频和图片的时候 Eletra配的都是一个顶配的 同样也是碳纤维的一个23寸的一个轮毂 而我们今天实拍的这一台展车的话 它现在用到的是一个22寸的轮毂 而轮胎的尺寸的话 是275的胎宽40的扁平比 其实22寸的轮毂已经非常的夸张了 要知道南部基地的URUS才21寸 不出意外的 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套23寸的轮毂 应该是选装或者说顶配车型才有的 好 此外呢 因为这台车跑得非常的快 所以刹车系统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这一台展车就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一个探陶的打孔的刹车盘 并且呢 它的刹车卡钳采用持活塞的一个刹车卡钳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通常来说 一般的车型把尾部的设计亮点和重心 都会放到尾灯 而这台Eletra的话 其实只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贯穿式的尾灯 而它尾部的亮点更多的 还是在于整个造型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尾部上面是两个非常夸张的 像类似于像镰刀一样的这种分段式的尾翼 而此外呢 在尾翼的中间 它有一个激光雷达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的话 一共配备了四个激光雷达 也就是说在它上市之后 它极有可能是现在市面上第一款 配备四个激光雷达的量产车型 尾部的中间 这里有一个电动的尾翼 当达到一定的时数之后 它会自动的翘起 这一台车尾部的运动感会拉满 再往下看呢 两侧同样有两个非常巨大的孔系 提供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空气动力学 最后在车尾下面 这种碳纤维的横向式的通风扰流槽 将整台车的运动气质直接拉满 因为我们现在实派的这一台展车的话 不是最终的一个交付版本 所以现在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去体验 它的一些智能和科技感方面 不过呢 我们可以通过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到 作为电动化品牌 现在Inetra的话 在整个车内的科技感跟智能化方面 跟之前的燃油车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的话 其实也是现在它作为一个跑车品牌 我觉得在整个所有的跑车品牌里面 比较独树一致的 就是它的整个智能化做的 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传统的跑车品牌做的更忙 做的更好一点 它里面内置了两颗高通8155的芯片 然后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呢 驾驶席和副驾驶分别都有一块12.6英寸的一个 非常狭窄的一个显示屏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间这一块15英寸的一个悬浮式中空屏 首先就是它屏幕非常的薄 好 此外呢 在专注于驾驶不用的时候 这一块屏幕可以自动的收起来 进行一个关闭和折叠 不过呢 我自己觉得对于这种性能非常极致的这种超跑期的SUV来说 可能我不太会去在意它的整个车内的智能化 或者说这种科技感 而这一台电动化的Elechia 同样给了这种非常性能化的一些这整个类似的氛围 比如说它的这种平底式的方向盘 非常的粗壮握感非常的好 此外呢 四个座椅都采用了这种非常有包裹感跟运动感的 这种类似于赛车型的筒式的座椅 虽然这台Elechia的类似看起来科技感是很强 不过呢 我觉得它依旧保留了这种超跑品牌这种运动化的氛围 从类似的这种感觉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台车把豪华跟运动营造的非常的到位 今天我们在静态体验完这一台路特斯的Elechia之后 说实话 在我们拍的所有的燃油车包括电动车里面 目前还真的没有哪一台车把整个配置顶到这么晚 好 此外呢 作为传统的跑车品牌 Elechia的整个操控和驾驶的表现 其实也不需要丝毫的担心 从综合的产品力来说的话 这台Elechia肯定是很香的 最后摆在它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 路特斯品牌现在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的小众 那么换了电动化赛道的Elechia能重返主流的赛道吗 对于用户来说 我们需要一台这种性能极致拉满的纯电SUV吗 这台百万级的纯电超跑SUV 会是你的选择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答案